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家的情况在接动的是航运股和洪家军 台股在今天涨了51点 收在14331点 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 敲进了69.55亿的买超 台股在今天给了一个耶诞红 下周的行情如何呢 我们先来投票 今天有了耶诞红之后 下周的行情会有风光行情吗 请举牌 好 认为下周行情不错的 给个圈 好 认为这一排会有风光行情有三票 这边一票 全员通过会有风光行情 所以来 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会有风光行情 因为现在钱真的是满出来了 怎么说了 满到你的央行都出来跟你讲了 现在有三个重要指标利多 这央行说的 你很少看到央行会讲这种话 什么指标 第一个告诉你N1B N1B是什么 短期的货币供给的指标 人政律10年半以来的新高 好 第二个告诉你 证券账户的资金历史新高 你想 这些行情都在告诉你说 钱真的太多 再加上一个活期存款 也是历史新高 这些都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的什么 N1B活期存款 证券账户发布的存款 都是创新高 那不就都是短期资金 资金当然就到市场来了 所以你看到 钱太多了 对 钱都太多了 尤其你看到这边 N1B N2是代表什么 是一个定存的资金 结果你看到N1B充这么多 N2是也有在增加 可是都跑到活期这边来 大家也知道 因为定存没理性 那钱当然就到活存 而且更重要的是 10年半的新高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 尤其证券货的证券化布存款 居然是历史新高 这么多热钱 而且当下你说市场 有什么重大的利空吗 也没有 你真的要说就是 去太多 涨太多不是理由 所以我觉得 疫情 疫情 高峰过了这么多波 有回档一两天 不就又上来了 所以除非你有更重大的事情 在没有这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 好 来 中林呢 基本上这个盘 就是整理盘 但是我说的整理盘是 你指数跟个股 你要分开来看 你不要把它和在一起 其实指数它就是整理来整理去 整理来整理去 为什么它现在会变整理 是不是那个 劳退弊案的问题 对不对 劳退弊案问题 这个压力锅 到底拿开了没有 从之前的那个巴德路 被搜索 到后来的7-11 这个头信被搜索 昨天最新是什么 昨天最新就是 鸟头牌的被搜索 我们会不会有事情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假设有事情的话 最简单就是什么 换经营经理人 然后把他们的部位 全部出掉 但是风暴有可能扩大 对 有可能扩大 鸟头牌 万一下个礼拜虎头牌 狼头牌那怎么办 不 只有一个鸟头牌 没有虎头牌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但是这些经理人基本上 但是从富华到统一到群役 我不知道这个风暴会有多大 对 也就是这是一个压力锅的问题 但是这个压力锅 它有没有让这个盘往下掉 没有 其实在这个区间里面 整理来整理去的时候 有三次逼近 1万4 1 4 0 x x 它就启动什么 技术性止跌 你说什么 那时候你会发觉 那个台积电就开始 就跑起来 所以如果说你就指数来讲 台湾是加权股价指数 外资现在要放假 如果说外资没有回来 没有退这些大型股的话 它就在那边横盘 但横盘 横盘归横盘 你会发觉最近的那个股票 三不五十就会有 股票创新高 不管是电子的还是传染的 都有创新高 那我这边有写一个 就是内支主导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纺织股 反制股最近很强对不对 当然反制股最近很强 市场上一定会给他个理由 比如说什么巨石加工市场 但是就内行来看 反制股它只有一条街的问题而已 什么街 抵话街 它只有一个街的问题而已 所以如果说 抵话街就是内支金属主力这边 所以如果说这些股票有在动的话 有在动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行情整理 对于内支来说 它认为整理就是安全的 所以他敢把资金拿进来 拿进来的话就是 那如果是一条街的问题 如果是迪化街的问题 我们就比较担心这是主力股 主力股就比较投机 比较投机风险也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 那么下个礼拜如果有高点 要不要跑呢 所以我们也来问 刚刚既然综林谈到一条街 我就等不来欢乐了 好 我们来问一下 下周呢 如果有高点 全产要不要跑呢 还是续报 认为可以续报的给圈 认为要跑的给差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 好 我们看到 上次和综林认为 还是抱着 献哥认为要跑 老师是 看标定 如果你有基本面 有题材的 我觉得都可以续报 可是有些真的是乱长的 我觉得建议就要跑了 来 献哥 有一些最近那个电视台 每天在吹捧的 差不多了啦 坦白讲全世界都知道 反正也没火车子 你就说还是没火车子 我你要驚悲就没了 你就不要驚悲就好了 我就已经没火车子 没了 我就想到 所以你是在认识航运股要卖吗 当然啦 基本上就没火车子 没有 你是怎么办 我准备做得出来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很多东西 我跟你说 那现在都是在风声 风声 那都是什么 凋风 滚头皮 那种都要走 那种要走 来 综林认为可以抱着 理由是什么 理由基本上 我们刚是不是讲到那个 迪惑街的问题 对不对 迪惑街的部分 那其实就我过去的经验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航运股 并变形 对 纺织 纺织 还亮了三个灯 然后那个钢铁 钢铁高新昌亮灯 食品股表现也不错 所以在今天都是内资的股票在动 对 没错 我们先补充一下这个 先把它讲完 就是这些 比如说迪惑街 他们做什么 做过年前嘛 过年前 过年 你指的是农历年 对 农历年 他们是做农历年过年 所以 现在今年 国立要不结束 我们要不够 我的看法还没到 要不够 对 那我们先看这个货柜的部分 当然憲哥讲那个东西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不能说没有可能 但是呢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想 我们要看下一场 好 你看 第三季 长龙 阳明 旺海公布的获利 基本上是这样子 1.7 1.0 4 0.81 但是那个时候的货柜 孕架指数在多少 在1182 我已经查了今天的 我们刚给的资料是2412 今天最新的是26多 也就是说什么 他已经涨倍数了 那如果涨倍数 孕架指数一直在涨 对 孕架指数一直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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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倍数的话 我们就假设好了 假设都不要成长 就直接给它乘以示 明年的货率应该是这样子 没错吧 6.8 4.1 3.24 现在股价是这样子 33 23 48 所以如果说你就这样的话 你会发觉 这本益比是有点低 那既然有点低的话 像最近 这是你认为可以抱着的原因 对 是还可以抱着的 那既然还可以抱着的话 那最近是不是有一些 那个什么 英国拖對不對 英国拖 英国要拖 是不是先提的 买了很多货品 都堆在港口 堆在港口 光运完了 运完要一年 所以这个孕架 在明年年中之前 是不会下来的 好 这是航运 你认为可以续报的原因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 来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之前来讲股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一个 选股逻辑 那些选股逻辑 我们讲的是天运跟尾旋店 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買卖加速差 我知道你是来討拍的 不是討拍 我们已经不是讲这两支股票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可以给你拍拍手一下 你在哪里买 这60几块 对 那时候在哪里推荐 就这一根 就以这一根 以这个地方来讲好了 现在都已经破百了 这个地方都已经快50了 所以天运呢 那时候是60几块 然后尾全店是 那时候是40 现在已经快50 现在快50 对 但是我们要讲的 不是说这股票还可以买 而是它的选股逻辑 怎么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想买卖交叉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 明明就是想 让我跟你拍拍手 下一张 同样的逻辑找股票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 一条街的问题 你看这个 你有看到这些吗 买卖加速差 全部都是付的 所以有人在吗 应该是有的 有大人在 对 再看下一张 这是急盛 然后再看一个泰山 黄豆基本上 那个契约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的话 那一样 泰山 买卖交叉它都付的 大户出品都正的 所以这个押回来 基本上可以留意 电子股3704的核心控 一样 你看这个部分 大户齿比往上升 大户齿比 往上升 而且是后面是用跳的 那买卖加速差 也是付的 也是付的 然后线型基本上是多头 所以像这种股票 基本上是什么 就是五郎爹 所以同一个逻辑 天玉60块推荐 现在超过100了 偉权店40块推荐 现在超过50了 那同一个逻辑 你认为泰山可以买 同一个逻辑 你认为核心控也可以买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电子传产都有 可以买的个股 对 没错 我们还是回来看电子 因为刚刚憲哥 传产给的差 来 电子股里头 到底什么个股有机会 在今天比较强的是 宏家军和面板 对 那我们来看鸿海 那鸿海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我只要讲到鸿海 一定是说不能买 不能买 对不对 那今天会跟各位报告 可以买了 来 我们来看它的K线图 那今天是跳风 这是跳风 鸿海这种大股 要跳风很难 它是大象 大象要跳风不太简单 对吧 你跳看看 跳不起 他今天跳风出去 这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公布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未来想像空间太大了 叫做电动车开放式平台 他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刚刚讲的莲花科 来 阿关 以前 在很久以前 我们要做手机那个2G的 有没有 一支差不多台币2000多块那个 阿玛果都可以做 你只要买莲花科的 他的手机模组100块美金 然后装上去 电子装上去 就可以用了 就像我第一次 我出澳的时候 我做那个电风扇 我也是花10块钱买 然后整整整做电风扇 他未来的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像做电动车模组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未来会给他的股价 有很大的小象空间 我们来看外资的买卖超 那外资买卖超急 开始这两天真正的 不然是碰到的 1 2 3 4 5 越买越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堂股票 但是他大牛 你不要急 可以慢慢的买 再来我们来看面板 面板 我们来看友达 那友达跟这个 这两支面板来讲 现在它是什么 跟群创 跟群创 但我说已经没了 阿关 你现在要听了 就等三个月 意思是什么 已经百了 百了以后就是 只等涨价而已 如果没有涨价 所以我觉得面板再上去 就要看这个头 它能不能真突破 还是假突破 所以在这个头的附近 还是要小心一下 所以友达的16.5 是关盘的重点